天上一阵黑骨隆东 好似白面往下扔 倒比耳碎来的冲 柳絮飞花一般同 黑狗身上白是白狗身上肿 坟头倒比馒头个儿大是井氏 大窟窿 这定场诗说的是下雪 这故事呢也正讲到下雪天 上文说咱们正说到这草原上返了两部大汗 就是这个绰罗斯部的大汗 嘎拉桑多尔基和这个辉特部的大汗巴雅尔 这两个人呢买通了这个维吾尔的伯克叫满嘎里克 他们共同设计在伊犁城就骗出了一只清军 就把这只清军呢杀害在草原上了 这只清军是由谁带领的呢 宁夏将军何启 这何启啊受了重伤之后 就觉着自己啊可能是冲不出重围了 于是就让自己的两名亲随索伦兵啊 送信给伊犁城的赵慧 然后这赵慧将军是早做防范 后来的这何启呢 是鼓中枪徒步转战 置业立尽 就死在草原上了 这会儿清军的大部队啊 驻守在啊这个清军的大本营 乌鲁木齐以东的巴里昆 这儿的伊犁有多远呢 可现在话说呀 走这个比这大公路也得有两千三百多里地 并且这会儿啊清军的主力还不在新疆 主力部队干嘛去了 到这个墨北草原上评判去了 这墨北草原上啊 有一个这个亲王叫做清滚杂谱 这孙子他叛乱了 这清军二次入江的两位主帅 一位啊是这个达尔党哥 另外一个是哈达哈 各带着自己的清骑兵精锐部队啊 正在这个墨北蒙古评判 也就是啊趁着这个机会 这嘎了藏多尔基跟这个巴雅尔啊 哎叛乱了 那这会儿赵慧怎么办呢 赵慧不能留在伊犁城等死 怎么叫等死呢 在这伊犁城啊 这赵慧只有一千五百骑兵 虽然说啊能留在这个新疆内地的 都算是这个八骑兵的精锐 但是人太少了 加上其他住房点人往这跑啊 也无非才两千多人 所以说呢摆在赵慧面前呢 除了等死之外就只有一条路 那就是向东往这个巴雷坤方向撤退 也就是说呢 得跑这个两千多里地 才能够化险为夷 那就跑吧 那怎么跑呢 这可就是个大问题了 如果说这赵慧呀 带着军队出了这个伊犁之后 就马上加编的奔东跑 还别说呀 能够逃到巴雷坤了 跑不出多远去 这支部队就成了一支溃军了 这溃军当然就谈不到战斗力了 很容易就会被叛军吃掉 可您别忘了领军的是谁呀 是赵慧 往这个巴雷坤撤呀 这赵慧心里边可没想是逃跑 这叫做战略转移 不但不是逃跑啊 哪有叛军他奔哪走 他听说一支叛军 正望他这方向运动 为首的呀 是这个厄鲁特蒙古的一位宰僧 叫做这个达什策灵 据说呀 手下带领的一万多精兵 正望伊犁方向运动 就是抢啊 吃掉伊犁守军 这赵慧也犹豫都没犹豫 直接碰着头就顶过去了 见面之后二话不说 这两斤队员呢直接抄家伙就上 这打起来之后 这达什策灵啊 发现自己不灵 还就真干不过赵慧这两千人 于是带队就跑 赵慧就追 连追再杀的 最后一点数啊 这达什策灵寒沉了 自己本来有一万多精兵 这一仗下来 让赵慧给杀的呀 就短了三四千人 当然了 这三四千人里边啊 有多一半是为这八七军碾杀了 哎 上去的那可能就跑了 从这儿 你也能看得出来 这赵慧的作战意图啊 是很正确的 他不能领着一只愧君呢 往巴雷昆跑 他要打几个漂漂亮亮的胜仗 一呢 是提升自己这两千多人的士气 再有一个 让判军知道 这乌亚大爷赵慧啊 不好惹 还别欺负人少 碰上啊 咱们就是死磕 这赵慧 这一路沙沙打打 打打沙沙 终于到了乌鲁木齐附近了 这乌鲁木齐肯定是进不去 为什么呢 因为这会儿的乌鲁木齐啊 被判军站着呢 现在可就是冬天了 乾隆22年的正月 这乌鲁木齐啊 大雪纷飞 这会儿的赵慧 这次撤退行动啊 也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 这青石稿所在啊 说这个赵慧日数十战 这圣武记里边记载的 就更邪乎了 他说这个赵慧这会儿啊 日数十百战 也就是说这会儿赵慧啊 一天打一百多场仗 至于是数十战也好啊 一百多仗也好啊 我都不信 总之呢 证明了这赵慧在这个阶段 这仗是没少打 最后我实在是打不动了 为什么呢 简缘太严重了 不但如此啊 粮草自重全都没有了 别说粮食了 马跟骆驼杀的也都差不多了 最后只能在这个雪地中步行战斗 可是随着雪越下越大呀 最后连步行战斗也不能进行了 最后只能是安营嘎寨 就在这个特纳格尔这个地方啊 也就是现在乌鲁木齐往北偏东一点 在这儿啊 这赵慧就把这营寨扎住了 您别看这赵慧现在啊 几乎溃不成军 即便是这样 这叛军想攻进赵慧的营寨呀 也是拿不下来 这赵慧盘算盘算啊 现在自己距离这巴里坤呢 大概也就还差那么五七百里的样子 并且最难走的路已经走完了 从这个特纳格尔到巴里坤呢 一马平川 于是赵慧就命人冲出重围 赶紧到巴里坤去报信 这祝巴里坤办事大臣的是谁呀 雅尔哈善 这雅尔哈善可是这个红带子 正经的爱寻觉罗呀 要说这雅尔哈善呢 这会儿正着急呢 他已经找了这个赵慧好几个月了 派到草原上啊 不知道多少只探马 可是一直没探听到 这赵慧这支部队的准确消息 就是想接应啊 也无从下手 不但如此呢 这雅尔哈善呢 还干了一件重要的事 咱们呀先把这个草原上 被围的召会呀 放在这儿 咱们先得说说雅尔哈善了 那么这一段时间 这雅尔哈善干什么来着呢 这雅尔哈善真没闲着 他一听说这草原上啊 两不大喊反了 他一打听是谁反了呀 嘎勒藏多尔记和拜尔 和他们打配合的 就是那个可恨的维吾尔人 大清朝廷亲封过的 维吾尔伯克 叫做蒙嘎里克 实际上这孙子挺可恨的 当着大清朝的官 他给这个蒙古人办了事 就在这会儿啊 正好的 雅尔哈善呢 得到了一个消息 说这个 蒙嘎里克的儿子呀 叫白河卓 带着他的一堆亲信呢 要从自己这路过 那还留什么情面呢 于是啊 这雅尔哈善呢 就派了一支部队 把这支维吾尔商队 全给拿了 那么真正在准加尔汗国 开始杀戮 开始啊 对普通牧民下手 是什么时候呢 哎 就是这个时候 那么是谁呢 就是这个雅尔哈善 当然了 他是巴里昆地区的 这个军政总指挥 他不能自己亲自去杀 那么这又是怎么一件事呢 咱们知道啊 这乾隆皇的 也在这魏拉特呀 分封四汗 其中有两汗反了 那么还有两部 他没反 那么是谁呢 就是这个杜尔伯特布韩 那车陵 还有一位啊 就是这个 和射特布韩 沙克多尔曼纪 这两部不反的 他是有原因的 哎 这个车陵兄弟啊 他是敢念 这个大清朝廷 以及乾隆皇帝的后恩 所以没反 那么这沙克多尔曼纪呢 他纯属于是胆小 咱们呀 放下这个 杜尔伯特布不说 咱们说说这个和射特布 要说啊 这乾隆皇帝 把这个沙特多尔曼纪啊 封为和射特布韩 这哥们挺知足的 绝对可算 过上消停的日子了 谁想啊 这好日子 还没过多长时间呢呀 这草原上战火 又燃起来了 于是呢 为了躲避战争啊 这辉特布就举步东迁 跑哪去了 就跑到巴里昆的附近 沙特多尔曼纪 带领了自己的四千步众 跑到了巴里昆 意思就是说呀 像这个大清朝廷啊 要表明态度 我和这草原上那些粉贼啊 已经划清界限了 可是这会儿啊 从这个大清朝廷 乾隆皇帝 到前线这些带兵 打仗的将领啊 心理上啊 对这些威拉特蒙古啊 早就失去了信任 这乾隆皇帝就下秘址 给这个雅尔哈善 告诉他呀 必须得盯紧了 躺在你卧榻旁边的 也许是人 也许是狼 如果说这沙特多尔曼纪 一有动向啊 你得先发制人 免生后患 咱们在这儿 必须得交代清楚了 对这个 沙特多尔曼纪 监视防范 关键时候 要提前下手啊 确实是乾隆皇帝交代的 这孝廷杂录上就记载啊 上誉巴里昆大臣 雅将军 尔哈善密查之 如可信 则坦怀以待 勿使仪 否则先发制人 勿令为 肘无业换 这句话好好理解 咱不做过多的解释 说完了这个野史记载啊 咱再说说正史记载 这青史稿里边 也明明白白写着 当时啊 乾隆皇帝给 雅尔哈善密指的原文 沙特多尔曼纪等 现在巴里昆居住 其情形如何 亦详情加以体察 如无别情 一派一等同往剿贼 倘若有可疑 亦当成其不费 先行剿灭 雅尔哈善等 勿以降甚办理 咱们为什么要强调这些呢 我就是要着重的跟您说一下 即便啊 有如此详细记载的史料 可谓是铁证如山 最后这乾隆皇帝啊 还是把屠杀准嘎二人 始作俑者这个帽子 扣在了爱新觉罗 雅尔哈善的脑袋上 这是后话 咱们后文书啊 还会详细的讲 咱们现在接着说这雅尔哈善 乾隆二十一年的年底 到乾隆二十二年的年初 这新疆一省大雪 要说这大雪呀 在内地呀 叫做瑞雪赵丰年 对您的不便呢 也非就是出行啊 刺喽擦喽的 它有点路滑 可是在草原上不行啊 这牧民们呢 管大雪叫什么呀 叫白灾 本来呢 这牲畜我在冬天上 也饿不着 因为可以吃草原上的干草 可是大雪一覆盖呀 这牲口可就吃不着草了 于是呢 就纷纷都饿死了 这牲口一死啊 这牧民吃什么呀 于是啊 这沙克多尔曼记呀 就向这个朝静求援 他向谁求援呀 他当然得找 朝静在这个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了 那当然啊 就是这个亚尔哈善 那这一下子亚尔哈善就为难了 他为什么为难呢 因为这粮食 他没富裕 那没办法呀 人家既然告帮到你这了 他是大清的子民 你也得管呢 先给点吧 可是啊 布林 他这四千多口子呢 四千多人呢 也就是四千多张嘴 你关键是剩下的牲畜也不能饿死啊 你还得给这些牲口啊准备这个草准备料 这一下子 这亚尔哈善可就掘出来了 哎 这管不起这个 那管不起怎么办呢 再加上啊 乾隆皇帝前方写的那几道旨意 这亚尔哈善可就动了杀鸡了 这亚尔哈善心了话说呀 总这么管你饭呢 我也管不起 干脆呀 给你想个办法 让你们这些人呢 不吃饭 也就罢了 于是他就把自己手下的一员大将 叫到了自己的帐中 哎 这个人是谁呀 这个人是个甘肃人 叫严相师 这亚尔哈善就嘱咐这个严相师啊 说我给你五百人 然后啊 你就到这个沙克多尔曼纪的迎寨当中 然后啊 就这么这么这么办 随着这个严相师领令而去 这就开始了这准备二人的灭族之灾 对不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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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